自稱是異霄 違規左轉撞到人 還說是因為感情物有鳴敵 台中民黃小姐在臉書上發文表示 女兒日前在大理橋前方 遭到違規左轉的白色轎車攔腰撞上 牙齦片尾 腿部骨折 重傷緊急送一開刀 痛批自稱是異霄的賴性肇事駕駛不聞不問 還一次找名代施壓 甚至不斷的辯解 說當時她是要去救災 有開警示器 也有鳴敵 不過警方表示 賴性駕駛不但無照 根據瞭解也不是異霄 在自家車裝設警示器也明顯違規 12號晚間就很多 台中大理橋前方 車輛綠燈直行 就在這時候 對上一部白色轎車 搶快違規左轉 藍藥撞上極了騎士 騎士雙在當場倒地 後座女乘客牙齦變位 腿部骨折 送一緊急開刀 女乘客的媽媽是有在臉書發文 指控肇事駕駛不聞不問 還疑似以異霄身份找名帶來施壓 希望把事件壓下來 對方不聞不問 然後手機也關機 結果第一天的時候 他就說我們騎太快 是我們是撞他 好像是陣頭方面的 好像跟黑道有一些關係 有透過一些議員去施壓這樣 招式的賴性駕駛 今年剛滿20歲 少也在臉書發文替自己澄清 表示那天是愛感情物 有開警示等也有鳴笛 請民眾提供行車記錄器 但網友不領情紛紛質疑 你是開警車還是救護車嗎 不要一直推卸責任 就連警方也打臉 據聞他不是預銷 據我們所查 目前他是沒有駕照的 至於他違反的那個 警示燈跟封鳴器的部分 我們是以18條地上作告發 警方表示 賴性駕駛不但無照 違反後製有錯在先 在自家車裝設警示器也違法 可依法開罰9600元 賴性駕駛感情物 違規撞車時尚行責 也得賠償歧視所有損失 接著陳世傑 梁志祥 台中 蔡母島 請問一下